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这样几个星期吧 有在大家的崇拜聚会 跟大家分享有关说话 说话的艺术 盼望那场的崇拜聚会 有帮助到弟兄姐妹 尤其是从神的话语上 从圣经的教导上 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去说话 把话说得合一啊 Hallelujah 太棒了 感谢主 赞美主耶稣基督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是有关吵架 但是我不是要教导大家 如何吵架或者成为吵架高手 今天我是要帮助大家 如何在吵架的过程里面 控制自己的情绪 平复自己的情绪 甚至无法再跟对方吵下去 或者对方他无法跟你继续吵下去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奇怪为何无法跟你吵下去 让我们从圣经的教导 一起来去学习如何去看待争吵 争执 如何处理吵架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我们当中有谁是没有跟人吵过架的 有没有 我们线上的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谁你是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的 那如果你是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 那请在下方留言有 或者是没有 就是说你有跟人吵过架的 那你写有 如果你从来没有 你就写没有 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经常跟人吵架 那如果你是经常的话 那么你就打经常 好吗 有 有吵架的经历 没有 从来没有吵架的经历 经常 就是你会常常跟人吵架 可能非常平密 可能几乎一个星期 可能两三次 两三次一个星期 这个的次数真的是很多 OK 那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而吵架 可能为了一些事情 可能在情绪上的波动 来得特别快 然后就很快的 就跟人家进入吵架的模式 Ready 然后呢 Fight 好像那个打电动游戏机的那种 Come on Fight 就是预备跟人家 来辩论或者是跟人家争吵 好 那我跟大家来讲个故事 有一次的崇拜聚会 蒋元就问 他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有谁是没有跟人吵架架的 请站起来 这个时刻 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 那唯独有一个人 忍难抬在那边坐着 哇 这时蒋元就看到他 哇 就很开心的 就说 感谢赞美神啊 我们当中有一位从来没有吵过架的 就在这个时刻 那个坐着的人 他就大声地喊说 牧师啊 牧师 我是因为坐着轮椅 所以站不起来啊 原来几乎所有的弟兄姐妹 包括那一位坐在轮椅的是因为行动不方便 所以他无法站起来 意思是说 全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曾经吵过架 我想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吵架的经历 就算我们结了婚 我们在一起 就算我们是热恋 刚刚谈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会有吵架的 或者是会面对吵架的这个局面 甚至可能有一些人越吵越多 OK 真的是越吵越多 所以我相信天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妻 也不起冲突的家人 冲突 吵架 意见不合 一些的小争执 已经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不知道大家认同吗 弟兄姐妹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我刚才所讲的 对不对 意见不合啊 小争执啊 然后呢 有吵架 这些的经历 这大家都会有的 有一些人就细以为然 但有一些人 还是在挣扎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很讨厌吵架 他也不喜欢跟人家吵架 但是他必须要去面对 与人之间的小争执 而产生的吵架 他很不开心 他很不爽 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我们吵完架之后 到底是解决问题了 还是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去思考的 我们吵架之后 我们是解决我们彼此之间的问题呢 还是我们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对不对 有多少次的吵架 是真的是解决问题的 还是很多次的吵架 都是关系恶劣 然后呢 关系也破裂了 问题也越来越多 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但是我们又不懂得怎样去处理 也不懂得怎样去面对 当吵完架之后 那个局面很尴尬 很僵硬啊 突然之间空气临近了 突然整个空气很冷啊 所以不懂怎样去把 那个整个的氛围 整个的气氛 让它能够再热起来 因为我们也不懂怎样去处理 今天早上我们去思考的 架要怎样吵 才能够加分 而不是伤感情 感情不要因为吵架而减分 但我们无可否认的 很多时候我们吵完架之后 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关系 是在减分的 它不是在加分的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 关系好的人会不会吵架 你觉得关系好的人 会不会吵架 跟你要好的一个同伴 或者是亲人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朋友 跟你关系特别好 可能是你的闺蜜 特别好 你觉得关系好的人 会不会吵架 我相信答案是肯定会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吵架 只要有人相处在一起 就有吵架的机会 但是我的问题是这样 关系这么好 怎么可能会吵架呢 尤其是基督徒 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基督徒会吵架吗 你和我会吵架吗 你和弟兄姐妹会吵架吗 我现在答案也是同样会 但是就奇怪了 你和我都领受 同样的圣经真理 我们都明白圣经的真理 我们也知道圣经教导 我们怎样要与人和睦 与人和睦的共处 彼此相爱 这些真理 这些人生的道理 我们都懂得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活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跟 弟兄姐妹肢体之间 产生冲突 并且吵架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那么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觉得基督徒会吵架吗 弟兄姐妹会之间会有冲突吗 肯定会 对不对 其实圣经也是有记载 在菲利比书四章记载的两位爱主的姐妹 就是有阿迪和寻都基 这两位姐妹她们真的非常热心 而且他们非常爱主 他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非常的火热 常常跟使徒们一起的劳苦做主的工作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这个两个人就是不能同心 两个人很爱主 两个人都很热心去传福音 在福音的工作上很热忱 真的他们真的是付出的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同心 也没有一个的相同的一个的思念 或者是共同的一个想法 虽然他们常常争吵 常常的吵架 吵到一个地步 连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去化解他们的问题 那其实很简单嘛 两个姐妹在教会里面争吵 其实很容易就处理嘛 但是为什么很难处理呢 有人猜测 有人猜想 这两个姐妹可能是教会的指示 再加上他们可能也是在社会 有一个地位的高贵的夫女 夫人 所以在教会有地位 在社会也有地位 非常能干 再加上非常爱主 无论是在属灵生命上 无论是在社会上 都看得出这两个人 真的是非常棒的 当然圣经没有去 没有记载他们是为了什么不合 没有 圣经没有记载的很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去猜测 它可能是因为权柄的问题 可能因为大家想法的不同 或者在侍奉的模式方式的问题 所以大家常常吵架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整个教会一定破裂的 然后甚至严重影响关系 破坏了整个教会和谐的关系 因此保罗就对着这两位姐妹 讲了一番话 没有人可以帮助到这两位姐妹 里面的弟兄姐妹 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无法帮到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这时保罗就开始讲话了 保罗就在菲利比书四章二到五节 就写了这一番话 告诉这两位的姐妹 让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读好吗 来 菲利比书四章二到五节 我劝有阿弟 也劝寻都基 要在主里意念相同 我真诚的同道 我也求你帮助他们 这两个女人 还有格力缅和其一的同工 都跟我在福音的事工上一同受苦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 主已经尽了 保罗他就写信去劝告这两个人 你们要处理你们的这个的冲突 他不单单写信去劝这两个人 而且他也劝跟他在同道上的一些的基督徒 我们也一样的去劝告这两个姐妹 不要再吵下去了 但从这封信里面 从这短短这几个字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他如何的去劝勉 去处理这件事情 有三点是保罗如何去劝勉 去劝告这两个人 第一个保罗的做法 就是他不偏心的劝告 一开始保罗说什么 我劝有阿弟 也劝寻都基 那这个是我们在处理 两个人在争吵的过程里面 不能够有偏帮一方 如果我们有偏帮一方的话 我们无法成为一个中间人 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 这个也是我身为一个牧师 常常要去处理教会很多肢体的问题 这个跟这个不好 这个跟那个人不爽 然后这个人讨厌他 然后因为生意上的问题 然后常常接到一些电话 牧师那个人跟我合作 然后到现在 他这个合作又告吹了 牧师你可以劝他 就是我常常要接受到很多这样的信息 然后我常常在很多弟兄姐妹之间 做一个中间人 在你做中间人的时候 你在做劝架的过程里面 你不能够有偏帮任何一方 你不能够有偏心 所以保罗他在劝架的时候 他劝这个有阿弟 他也劝寻都基 第二个保罗怎样劝他们呢 他说要在主里同心 你要在主的同在里面 在主的里面要意念相同 两人吵架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想法不同 好现在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你说这样 他说那样 那怎么办 大家的想法都不同 对不对 那保罗就劝告他们 倒不如我们就在主耶稣的这个的意念里面 相同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有共同的想法 有共同的意念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同心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的话 倒不如让神做我们的中心点 回到神的想法 回到圣经的教导 可能不是你的想法对错的问题 是我们可能在方式上 可能是不同而已 可能是大家不能借用一个方式 不是想法和观念 但是如果要决绝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话语 神怎么说 我们所想的所做的 有没有违背神的道 违背神的真理 第三 他劝他们什么呢 活出谦和的心 为什么活出谦和的心 就是要使大家看得出 你们谦和的心啊 你知道一个人吵架的样子 是很丑的 很凶的 很可怕的 你知道吗 但你想想看 这两个人真的能爱主啊 但是偏偏在行为上 在某一些事情上 大家都在那边吵架 虽然让弟兄姐妹看得到 这两个人失去了见证 他们没有谦卑 他们也没有谦和 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说 其实你们要看到的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啊 你要看到身边的人 你要使大家看到 你们有谦和的心 而不是自私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立场 要争赢就对了 我就是要赢 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说 你一定要活出谦和的心 因为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彼此和睦 彼此相爱嘛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保罗当时在劝他们 尤其是在吵架的人 真的很难放下自己的意见的 真的很难很难 那除了这个的 有阿迪还有寻都基 这两位姐妹吵架的例子 圣经是不是还有记载其他的例子 当然圣经有记载很多这些的例子 那今天我无法一意地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会告诉大家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有关使徒的吵架 OK 你觉得使徒会吵架吗 使徒们会吵架吗 我告诉你 使徒们他们也会吵架 你会惊讶吗 就好像你觉得我们牧师会吵架吗 我会跟佩佩牧师吵架 我会跟小强牧师 欣佩牧师 燕皮牧师 周牧师 你觉得我会跟这些牧师吵架吗 你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牧师应该是彼此相爱 大家能够在主的爱里面 当然这个是原则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争执 我们还是会有吵架 尤其是在会议里面 有时候我们对一些的方式 可能一些的方法 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可能有点激动了 所以以去比较大声了 所以就开始有点争执 吵架 我们也是人嘛 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人 所以我们也会有情绪 所以如果牧师跟牧师之间 都会有吵架 想必使徒们也有吵架 当然有关使徒们吵架的 圣经经文不多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的 例子 或者一些保罗的书信 可以看得出 一些蛛师马迹 他们的确有吵架 而且吵得很凶 很凶的那种 那我就举个例子 就在十路行传十五章 有讲到 巴拿巴与保罗 因为马可 马可这个弟兄的出现 产生了极大的分析 这两个人就吵翻了 就是说保罗和巴拿巴吵架 那是这样的 巴拿巴是一个看人优点和长处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常常给机会人去发挥 然后让他能够去做神的工作 他是不断给人机会的 当有一次他要跟保罗一起去外面宣教的时候 巴拿巴他就有意识要把马可 马可这个弟兄一起带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这个马可曾经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离开过他们 之前马可是跟他们在一起有服侍过的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马可离开 马可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这一次保罗和巴拿巴要去宣教的时候 这个的巴拿巴就很想把马可一同的带 然后呢带他一起的前行 一起的去 这个决定保罗不认同 保罗也不愿意马可跟他们 跟他一起的去 所以两个人保罗和巴拿巴就因着马可 这个弟兄去或不去的事情而争吵的起来 最后 巴拿巴和保罗分开 原本他们是一起的去做宣教的 但是因为马可的出现 所以两个人吵的 吵到很大 然后最后决定分开 所以有时候我们吵架也是 可能不是因为你和我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第三者 可能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然后因为你很想给另外一个人机会 因为你觉得这个人 他有潜能 但是可能他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你的同伴 觉得这个人 我对他有一个印象 我觉得不适合 我不想他参与 所以可能在过程里面没有谈得太好 所以呢 架就吵起来了 正如巴拿巴和保罗一样 连使徒他们都吵架 你看 还有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没有留意到的 OK 很多人可能在圣经里面 没有去注意到原来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也是使徒在吵架 那就是什么 安提亚事件 这个事件真的很大 所以它被称为安提亚事件 那是什么事件呢 就是保罗骂彼得 什么 保罗竟敢骂彼得 到底保罗知不知道彼得是谁啊 彼得是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 之一的其中一位 而且彼得是跟耶稣走得很靠近的 是最靠近最接近耶稣的门徒 也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最爱的其中一位门徒 那当然 当然 虽然他 曾经耶稣被抓的时候 否认耶稣三次 对不对 因为害怕 他否认耶稣三次 但是 当耶稣复活了之后 升天 然后他在马可罗等候圣灵降临的那一刻 圣灵充满他的时候 他就站起来代表其他的使徒 就对着群众说话 当时几千人信主啊 所以你保罗是 保罗知不知道彼得是谁啊 保罗当然知道啊 但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保罗要骂彼得 你试想想看 有一天你发现到我骂卓慕斯 骂得很凶 换许我骂 Kacy只是 我们的长辈 OK 赵门教会 非常久 而且非常资深的一位的领袖 我们非常尊敬的领袖 就是我们的指示 Kacy弟兄 原来导火线 是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 我们去看好吗 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 可是基法 基法是彼得来的 OK 为什么他叫基法 因为基法这个字是 彼得的西伯来 读音 OK 西伯来读音 所以他叫基法 所以他是彼得 到了安提亚的时候 安提亚就是一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安提亚事件 OK 安提亚是一个地方 到了安提亚的时候 因为他有该责备的地方 这是保罗说的 我就当面反对他 当着面反对彼得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还没有到以前 他和外族人一同吃饭 但他们来到了 他因为怕那些受隔离的人 就从外族人中退出去 和他们分开 让我们继续 其一的犹太人 和他 也和他一同 假装 甚至连巴拿巴 也受了影响 跟他们假装 但我一见他们所行的 不合福音的真理 就当众对基法说 你是犹太人 生活竟然像外族人 而不像犹太人 怎么还勉强外族人 跟随犹太人的规则呢 保罗真的是 没有给彼得面子啊 就在当众面前 就这样的去责骂他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 彼得和外族人 外族人 一同的吃饭 吃饭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那这一群的外邦人 是基督徒来的 就是说 他们不是犹太人 但他们也信了耶稣 所以他们是 外邦的基督徒 在犹太人的传统 的观念里面 同做吃饭 代表上帝的救恩 已经临到 而建立了一个友谊 所以呢 当彼得跟这些外邦 基督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表示说 他已经接纳了 这一群外邦基督徒 他接纳 那还 大家记得 犹太人跟外邦人 有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是分开的 我是犹太人 你们是外邦人 所以我们是分开的 但是因为福音的关系 把我们连在一起 成为一家人 在主耶稣基督徒里面 是一家人 所以彼得 当他跟他们 一起做这吃饭的时候 其实在表示 他已经接纳了他们 但是 问题就处在这里 当雅各派人来的时候 抵达的时候 突然之间 彼得改变了态度 突然之间 彼得 他改变了 他整个的态度 他不再跟这些外邦人 同坐吃饭 表示说 我不接纳你们的 他在搞什么啊 原本不是好好吃饭的吗 我接纳你们 突然之间 雅各派的人就来到了 突然之间 那些人来之后 好像是假装 假装 我不要了 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 然后就抽离 就离开 而这件事情 也影响了 当时一些的犹太人 甚至连巴拿巴也受影响 记得巴拿巴是谁 巴拿巴是跟 保罗是一起服侍的 连巴拿巴也受影响 所以保罗他就那边 就骂他 那你想想看 当保罗骂彼得的时候 当然圣经没有记载彼得的反应 但我们可以从人的情绪上去反应 如果彼得就这样 在众人的面前被 保罗指着鼻子 在被痛骂的时候 请问你觉得彼得会耐得住吗 以彼得的性格 你觉得吗 我们都知道彼得是冲动派的 彼得他冲到到这个地步 耶稣被抓的时候 都可以砍断人家的耳朵 彼得很冲动 你现在跟这样的人 在众人的面前被保罗这样被指着来痛骂的时候 你说他不会反击吗 他肯定当场 一定是跟保罗吵架的 甚至吵得特别的凶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 我们是人 无论是牧师 无论是使徒 我们是任何 任何一个人都有吵架 我们可以为这很多原因吵架 你说是不是 我们可以为了很多事情而吵 但我的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在吵架的过程里面 怎样去处理我们的情绪 我们不知道在吵架的过程里面 只能够去恢复我们彼此吵架之后 关系上的破裂 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吵架的问题 吵架是很自然 它可能成为一个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常态 但是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不懂如何去解决和处理 吵架之后的 所留下的一些的伤害 我不知道 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最容易嫉妒你 让你与人吵架 请在下方留言一下 你觉得 在什么情况之下 是最容易嫉妒你的 那个时候你的气就很快就来 然后你就很快就跟人吵架 吵架 我就是可以吵 为什么你踩到我的尾巴 到底那个尾巴是什么尾巴 当那个人踩到你的底线的时候 你就开始跟他吵架 请在下方留言 来 在下方留言 是的 你觉得什么 是什么 什么是你的底线 什么是让你被激怒 跟人吵架 的原因 好 我相信有很多原因 对不对 大家都写的 都写的很多 那我这里就举出 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 就是让你出丑 没有人喜欢 被人摆上台 然后呢 让你出丑 对不对 有很多人因为 被人家摆上台 然后呢 出丑 出丑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他就很不舒服 他就开始跟那个人吵架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问题 那个摆你上台的人 他也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而且还开玩笑 还在对你哈哈大笑 把你当成一个小丑 你是不是更气 所以第一个就是 让你出丑 你很不开心 你很不舒服 第二个原因 是对你人身攻击 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一些弟兄姐妹 或者朋友们 你常常生气 是因为人常常对你 人身的攻击 比如说把你当成笑话 取笑你的身材 取笑你的头发 取笑你的缺陷 见到你 哇你又胖了 肚男又这样大了啊 我知道我肚男大 但是你不需要对着 大庭广众这样多人面前 好像是在做一个 新闻报告这样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的肚男越来越大 所以你是不是很不舒服 你不舒服的情绪 一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人吵架 第三 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 为了举理力争 然后呢 坚持自己立场 我就是要坚持 所以我要认为我是对的 我就跟人家吵 你不可以多收我一脚钱 这是我的权利 所以我就跟你吵 所以有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利 我是对的 所以我就跟你吵 第四是因为讲话的语气让人很难受 所以你就跟人家吵架 对不对 反正有一些人他讲话真的是对你大声小声的 甚至命令式是不是很讨厌 还有还有出口 有些人讲话真的是啊 十句里面七八句都是出口的 那你是不是很想跟他吵架 他每一次见到你问候你妈妈先 不是先问候你 他先问候你的家人 哇好气啊 那你是不是情绪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他吵架 弟兄姐 我要你记得一句话 我要你记得一句话 原语的尽头就是出口的开始 好像感觉好像蛮有道理的 好像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始 我讲真的 原语的尽头就是出口的开始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会常常喜欢讲出口吗 是因为他没有内容 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了 所以他只能够用出口来代替他的语言 代替他的内容 因为出口不用想了嘛 想讲什么就讲 想讲虾就讲虾 想讲螃蟹就讲螃蟹 以哈海以哈海雷啦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想的直接讲就对了了 虽然呢 就让人就很生气 第五 不良的沟通方式 有一些人真的讲话啊 真的是鸡同亚讲的 你跟他讲十句 他只回应你一两句 你去不去 吵架了 所以夫妻之间也是重量这个问题 尤其是做丈夫的 太太跟你讲几次了 你还叫哦 然后又没有行动的 是不是吵架 肯定吵架的 很多的太太在那边点头了 是不是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 常常感觉对方跟我们讲的东西 我们可以拖就拖吧 但对他讲的很重要 为什么跟你讲几次你不做 所以就吵架了 就气就来了 不良的沟通方式 你没有回应 第六 经常翻旧账 吵架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翻旧账 常常把过去拿出来讲 把之前的问题拿出来讲 所以那个过去已经过去了 已经解决了 为什么你每一次要拿出来讲 又在吵一番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常常 吵架的一些的原因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是可以导致我们吵架的 我想如果你要吵的话 你可以搬出一百个原因 一百个理由来吵架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吵架 是我们无法去避免的 它会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吵架有没有益处 其实我告诉你 其实吵架是在某个层面上 是有益处的 那他有什么益处呢 至少吵架你可以更认识对方 我再说多一次 从吵架里面 你可以更认识对方 知道他在想什么 知道他很紧张什么 很在意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在意 他的紧张 所以他就跟你吵 因为他要坚持他的立场 他要坚持他的立场是对的 他就跟你吵 所以我要讲的是 有时候吵架在某个层面来说 是好的 是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对方 而不是猜测他在想什么 至少把话摊开来讲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在气什么 我知道你不爽什么 其实吵架也是一种沟通 真的 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来的 只不过你的原词 比较激烈 语气 比较激动 不同是在这里 我们还是沟通 只不过比较激动 情绪上比较激动 那为什么会有激动呢 是因为你想 对方把你的话听进去 他越听 听不到 你就越激昂 然后你越想跟他讲更多 更大声 让他把你的话 你的意思 听进去 是不是 所以呢 吵架它也是其中一种沟通方式 那我不是鼓励你们每一天吵架 用这个方式 我说某个层面上 它也是一个沟通方式 让你更了解对方 让你更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Hallelujah 最后我要帮助大家的就是 我想我们都知道吵架 也懂得吵架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吵架高手 不需要留言 不需要留言是谁 不需要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就是不能够惹的 你一惹到他 你一吵架你就完蛋了 你会被他的口水 被淹死的那种 不知道大家有看那个 周星池的 唐伯虎点秋香 就是秋香的那个老板娘 那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如何 而控制我们的怒气 而且在吵架的过程不伤感情 是不是觉得有点难呢 是不是觉得很难呢 那我觉得有几 几方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 OK可以帮助弟兄姐妹 在吵架过程里面不伤感情 好吗 我大家注意写下来 写下来好吗 第一 要学会懂得停止 一个吵架的人 当他情绪一来的时候 他是最难停的 他就是要吵赢啊 为什么吵架 就是要赢啊 所以一般上吵架人的思维的想法就是 我就是要赢 我不要输 所以我就是要跟你吵 我就是要吵赢你 你为什么要懂得停下来是因为你要懂得控制你的怒气 你知道你越吵你越 你越 前进的时候 然后你会更伤害对方 彼此之间的关系会更恶劣更破裂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就愿意 坏一条线 来到那个线的时候呢 我不要讲了 因为不能再讲下去 讲下去 破坏感情 倒不如我们停在这里吧 我们下一次再谈吧 因为已经很很恶劣了 再降下去更恶劣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来吵架是可以帮助我们 自我 情绪控制 要学会 停止 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 真元书20章 29章11节 愚昧人把怒气 尽情发泄 智慧人却控制怒气 哇太棒了 到底你和我是智慧人呢 还是愚昧人呢 吵架就给看得出了 另外一段经文 语福所书4章2627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 寒怒不可道 日落 不可 给魔鬼 留地步 现在圣经 有很好的教导 帮助我们 你生气 你吵架 记得你不要让 魔鬼留地步 不要让魔鬼 有机可称 来破坏 你们夫妻的感情 的关系 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你的弟兄姐妹 肢体 朋友之间的关系 不要让魔鬼 来破坏 不要留地步给他 第二 不让怒气 留过夜 刚才以赴所书 我们也读到了 不可寒怒到 日落 对不对 就是说 生气 吵架 是需要有一个限度 是有一个实现的 OK 不是你今天吵的时候 明天我还在跟你吵 后天还在跟你吵 几乎一个礼拜 我见到你 就是要跟你吵一番 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 一个做法 我们接受吵架 我们知道使徒也有吵架 我们也会吵架 但是我们懂得如何 控制自己的情绪 第二 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怒气 留过夜 这是圣经教导的 一直说 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收尾 我们常问那个问题 谁先道歉 吵架了之后 谁先道歉 因为没有人要走出 那第一步的 你先 他先 我先 到底应该谁先道歉呢 我给你一个原则 好吗 你去思考一下 先发脾气 吵架的人 他拥有生气的主导权 因为他是主动开始 发脾气 跟人吵架 他应该要 由主导权去收尾 所以意思是说 发脾气 生气 吵架的那一个人 是应当 主动去收尾 牧师 明明是他错的 他错我生气不可以 你还要我跟他收尾 你还要 你还要我跟他和好 有没有搞错 我告诉你的是 圣经的真理 再加上 吵架的原则 神就是要我们和睦相处 神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这是一个原则 但问题是 你拥有发脾气的主导权 是你开始的 这个问题是 你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糕 是不是你应该收尾 你是不是有责任 把这个烂尾把它收好 而不破坏关系 不破坏感情 跟和睦相处 不让彼此之间 最后留下泪水和伤害 思考一下 OK 思考一下 第三 不可动手打人 吵架时 真的是你不可以动手打人 也不可以摔东西 不可以拿玻璃丢向他 也不要用菜刀 OK 更不要用圣经丢向他 OK 那也不要跟他讲狠话 比如说 离婚啊 分手啊 不要 不可以在生气的时候 吵架的时候 丢下你的狠话 然后离开 你会后悔的 你真的会后悔的 那刚才我们读到那段经文 以福所书四章二十六节 他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是的 你可以生气 你可以吵架 但你不可以犯罪 你不可以伤害人 OK 你不要伤害自己 OK 因为有些人会自惨的 为啥这样对我 我吵输了了 就自己自惨 不对 你不可以犯罪 最后 第四 不让神的名 受损 那当然 声音大小 跟真理 没有关系 我在强调 你在吵架的过程里面 你的声音大小 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因为你声音大 就代表 你的真理是对的 是没有关系的 你这个吵架的声音大小 其实是显出你这个人的生命和修养 有多深 OK 希望你明白我讲什么 因为你大声不代表你是对的 我小声不代表我是错的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不是要为了要赢对方 反而我们要 更清楚的是 我们有没有荣耀神 这个吵架里面 有没有让上帝的名字受损 有让我们失去见证吗 让我们的关系更搞砸 让人因着我们的吵架而离开上帝 离开了神 如果有的话 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 OK 最后 鼓励大家 吵架真的避免不了 尤其是关系越靠近 吵架的这个的几率 就越高 甚至越多 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 你不可能跟一个陌生人吵架嘛 对不对 你跟陌生人吵架 你是个疯子 但是问题是我们吵架之后 我们有没有看中 我们如何去复合这个关系 去解决我们之间吵架的问题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可能因为吵架 而且不懂得如何处理 之后的这个吵架 所留下来的后遗症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已经很沮丧 甚至对人失望 对教会失望 对主缘 对领袖 可能对你亲人 你的爱人 对公司的同事 上司 可能你已经极度失望了 因为吵架之后 你看不到一个复合 一个的复原 所以你受伤了 可能你开始怀疑 开始不相信 人与人之间有这个和睦相处 彼此相爱的 这个的层面 求主帮助你 求主赐你力量 求主把他的爱和宽容的心 放在你里面 重新的去建立你的生命 我知道吵架真的很不舒服 我也不喜欢吵架的人 我真的不喜欢吵架 我知道我过去 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我是常常跟人吵架的 当我信了主之后 我跟神说 神啊 我要控制我的怒气 我要学会忍耐 我不要跟人吵架 我做了那个祷告之后 神就常常让很多事情发生 来磨练我的忍耐 而不跟人吵架 所以你看 你认识我的人 弟兄姐妹 认识我的人 你看这样多年来 我有几次 真的是让你们看见 我在跟人吵架 发很大的脾气 就算那件事情很恶劣 很糟糕 就算我吃死猫都好 你都很少看见我 大发雷霆 发脾气 甚至跟人冲突 跟人在吵架 很少 如果我真的是跟那个人吵 吵得很凶的那个的时候 你就知道 那个时候是我忍无可忍 已经来到我的极限了 弟兄姐妹 你可以求主帮助你 求圣灵帮助你 这很如我一样 我过去的脾气很暴躁 我真的是常跟人在吵架的 因为我的家庭背景 虽然我已经习惯这个方式了 虽然我告诉你 圣灵可以安慰你 圣灵可以医治你 耶稣的爱可以充满你 让你得到医治 得到安慰 重新的站立起来 好吗 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吵架 记得 吵架 要懂得收尾 一定要懂得复合 这是神的心意 Amen 来 我们去祷告 Hallelujah 结束这个时刻 我求祢安慰我们 献上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主我们知道 我们难免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会去面对吵架的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 我们的伤痛和伤害 就因为吵架之后 没有一个很妥善的 去收尾 去解决 去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 导致我们今天的关系 这么的恶劣 主我们知道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可能跟家人的关系很恶劣 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或者是跟同事 跟身边的人 一些的人 都非常的恶劣 主你都知道 主他们也很痛苦 他们也很辛苦 但主啊 透过今天早上的这篇信息 你的话语建立他们 你的话语刚强他们 你的话语成为他生命的光 让他成为一个力量 让他能够被鼓励起来 让他能够让领受神的爱 充满 让他能够走出他这个伤害 走出这个伤痛 主让他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怒气 主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与现在的弟兄姐妹同在 帮助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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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痛 和esis 打 那个 朋友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